这是冠仙 国平二公主上任新职 孙颖莎压力大了 马林大赢家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小九 近日国平男队呢 正在参加年终比赛 对于国平女队来说呢 是进入了短暂的休假当中 不过不同于其他队员们的悠闲惬意 近期王曼玉却在假期呢 忙忙碌碌的上任了新职务 终所皆知 王曼玉和肖战主教练不再合作后 在职业生涯当中呢 是一下跌入了低谷 各种迷茫不知所措 让她的比赛状态也是起伏不定 令球迷非常担忧 毕竟曾经她和孙颖莎是齐头并劲 不相上下 甚至在身高臂展优势方面也都超过孙颖莎 几次比赛还超越孙颖莎 拿到了冠军 但就这样的突然变故呢 让我们的国平新王牌吃到了苦头 孙颖莎一路吃过苦 也就成就了她的大心脏 现如今更是稳稳坐在国平一节的宝座 世界排名女单混双也都占据榜首 唯独女双搭档王曼玉状态不好 让她在女双方面没能来到第一 不过王曼玉近几次比赛状态恢复不错 也让球迷们直呼 我们的国平二公主终于王者回归了 而且近日王曼玉还上任了新职位 真是锦上添花 据悉在女队主教练马琳的带领下 王曼玉是来到了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乒乓球社和广大师生进行了互动交流 王曼玉担任了校园乒乓球推荐官的新职务 可以看到王曼玉已经是重新启动了 这对于孙颖莎来说呢 女双搭档回来了 但同时女单方面也迎来了新的挑战了 不过不论怎样 马琳都是躺赢的大赢家 好了 这期视频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